我们刚才居然被别人扔东西在车上吓死我 就是我老公平时开车的时候吧 他就比较稳的那种 人家可能嫌咱们卖嘛 拿个东西啪就炸车上吓死我 You see anything? Just a little 这一点点 008年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你开的车比较慢 或者你开的不好 后面的人会慢慢的跟着你 连按喇叭都不会 现在真的是很暴躁的那种感觉 当然了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挺好的 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餐厅 因为确实不知道什么东西比较好 这个餐厅的物价确实涨了好多好多好多 你看它是中午的呢 美国吃饭的话就是中午的便宜晚上贵 他们家最好的就是这个Biscuit 我们决定不要太吃太油腻的东西 然后点了沙拉 然后这个是龙虾披萨吧 好吃吗 这个是海鲜汤 感觉里面没 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一般般 反正我最后我的没有冻 还有就剩这么多在里面呢 Biscuit 不要想吃 我想家了 一个人点了那一点点东西花了52美元 就是物价确实涨了很多很多 现在有很多餐厅就你走进去他会直接告诉你 我们要收18%的小费 但我老公今天是给了20 我们决定来商场里逛一逛 这太不像奥兰多了 就是实体不好干呀 奥兰多通常商场里人都很多呢 这就没几个人 这家商店就是整个北美 全部倒闭 实体店 我前几天已经来他家买过好多东西 今天再看看没啥了 家店的衣服我还挺喜欢的 觉得好可惜 他们家基本上我能穿的款我都买了 身上这一件也是 因为打折就比较划算 我的天呐 你看这个BCBG挺大的一个牌子 还剩几件衣服 这摆的都是其他牌子的衣服 实体太难了 他们家也是整个美国的实体店全部关店了 我们就瞎逛一逛好姐妹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 拜拜